各位弟兄姐妹们 朋友们平安 我相信 当地兄最需要的就是平安 今天不要磕瘦 四三节快到了 在这降临节的时候 大家都很忙 忙着什么呢 忙着耶稣要降临 但是我们其实很少想到 耶稣要降临 我们想到的就是 赶快去买礼物 也不是要送给耶稣 送给自己家里的人 大家最喜欢的 最多人做的 大概就是送卡片 其实卡片 很多人喜爱 因为在卡片上面 我们看到的就是报平安 当你说到卡片的时候 你知道说这个人还在 平安 那每家大概送多少卡片呢 在美国平均是送卡片的人一家送三十张卡片 当然年纪越大 可能说送的越来越少 年轻人送的最多 那在这些卡片上面写的字 那在这些卡片上面写的字啊 差不多的 最多的 大家最喜欢的 是Merry Christmas 圣灵快乐 差不多一半的人喜欢听到这一个字 圣灵快乐 现在有新的就写Happy Holiday 假日快乐 那这些也许就不太相信耶和华 不太相信耶稣的人 就相信 就写Happy Holiday 包括所有的这些别的宗教的 或者是犹太教的 可能就是写Happy Holiday 还有的比较少的 写Seden Greetings 在街起 不难 Seden Greetings 差不多只有百分之十二 那Happy Holiday呢 差不多百分之二十一 Happy Merry Christmas 百分之五十三 那这些 这些都是字啊 那图呢 大家最喜欢的图 是小孩子 小孩子围在一起也很快乐 因为小孩子代表着家庭的团论 所以大家要有小孩子 就表示说 大家要团圆在一起 几年前 美国的电话公司AT&T啊 做了一个广告 要让这些在外面离开家 不想回家去的 或者是不敢回家去的人 这些孩子 打个电话 你即使没有钱 电话公司要让你打电话 免货的电话 打回家去 让父母亲知道说 你想回去了 或者你记得他们 就是一个免货电话 给外面的游子 那这电话广告 当然说话 但是刚开头啊 这广告的开头 是一首诗歌 你想想看吧 要一个广告 要让游子想家 那这广告应该 这首诗歌应该是什么 也许我们就会想到说 我们就唱一首甜蜜 甜蜜的家庭吧 我的家庭真可爱 整洁美丽又安康 也许就像小孩子 想起我以前的家庭 就这个样子 但是美国 我好像没有听过 甜蜜的家庭 也许我们就想说 在比较古老的中国呢 我们也许会唱 游子银吧 此母所中献 游子身上银 美国人更完全不懂的 那你猜猜看吧 在美国 要有一首诗歌 能够叫人想到 回家去的 是哪首诗歌 我那时候没想到 有这么一首诗歌 奇异恩典 很奇怪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奇异恩典 有一句话 前我世上 今被寻回 每一个在外的游子 都想到说 他们有个家 他们盼望回去 但是他们 有时候也不敢回去 有的人 尤其是留学生们 常有这种悲惨的情形 来美国了 十年二十年了 好像一无所成 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到 念书念完了 念了一半 也许还没有完全念完 工作早了 有 但是呢 工作称不上 他自己喜欢的 不是他本来的专业 所以他就在美国 走来走去啊 赚了一些钱啊 但是 怎么办呢 能够回去吗 回去怎么讲 就在美国这样 走来走去 但是他心里面 实在是想家 实在是想家说 我也回去 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过一个欢乐的假期 好像欢乐 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 告诉我们什么 打鱼的瑜伽 他们什么时候欢乐呢 我们所读的经文 两段 其实是一样的故事 只是互相的补足 有的讲的比较多一点 有的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我们就想到 我们在上班的人 每天上班下班 很固定 我们最喜欢的是什么 以前的 我们礼拜五 可以拿到支票 很高兴啊 那现在支票 也不是礼拜五给我们啊 都直接送到 我们的账户里面去了 我们可以预期说 可以拿到支票 有工作就可以拿到支票 礼拜五 或者是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或一个月 都可以 我们比较喜欢的现在可能说 年级到了吧 我们的老板要跟我们谈一谈啊 检讨说我们今年做的怎么样呢 也许明年就可以升级了吧 也许我们想到说 明年可能可以升级 也许我们想到说 这个升级的事情 遥遥无期了 不用想了 那对于打鱼的人呢 他们的欢乐在什么时候 渔夫要打鱼 每天打的鱼都不一样 能不能打到鱼呢 根本没有办法预定 每天都有可能 在加利利的海边 在湖边呢 在渔夫 他们经常是在晚上打鱼的 他们用一只啊 火把 放火很大 一只火把 照在船的前头 为他们开路 白天他们就要补网 他们打鱼的时候 也不是说 就沙网下去而已 要有人划船 有人沙网 还有人呢 拿石头 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 拿石头啊 要丢 叫什么呢 鱼上了网以后呢 不要跑 就丢石头啊 叫鱼呢 不要跑到网里外面去了 是很多人的团队合作 不是一个人划船 沙网 也更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呢 在船上啊 在那边躺着 然后呢 一根鱼竿的掉下去 不是这个样子 是几个人一起的 共同的合作 这是渔夫的 他们的工作 实在是很辛苦 而且要大的力量 在划船的 沙网的 要丢石头的 都要大的力量 都要有力气的 在风雨中 沙网 划船 真的是费力 沙网 这也不是小小的一个网 不是一根鱼干 拉往上来的话 很上脑间的 鱼多的时候 要大力气 没有雨的时候 又失望了 那究竟你要大力气 还叫失望呢 所以 他们日夜都忙 他们读书 不是读得很多 他们很辛劳 结果是什么 就是维持一家的生活而已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 常常唱着 爸爸普遇去 怎么还不回来 是不是 怎么唱呢 天这么黑 风这么大 怎么还不回来呢 好像没有想到 那些打鱼的人 他们在海上 他们在湖中 困苦地逛街 耶稣在这时候 却看见 渔夫的艰辛 他们劳苦 担重担 耶稣要做什么 要给他们得安心 要呼召他们 来跟随他 耶稣怎么呼召他们 所以耶稣 在他的那一天 讲道之后 他就对彼得说 把网开到水神之处 下网打雨 彼得怎么说呢 我们已经工作一天了 你一次早上起来讲道 我们是晚上 在这湖中捕鱼 已经忙了一个晚上 一无所获 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是 你刚刚讲到 还讲得不错 那我就照你的话 去做吧 就把网 把船开到湖中 把网就这样撒下去了 那是一个大网 不是小网 圈住了许多鱼 不单身许多鱼 这个网还显示就裂开 还好 多到这么程度 不仅是网都满了 他就赶快了 叫同伴 就是彼得安德烈 跟约翰 跟打个 都过来帮忙吧 赶快过来帮忙 两条船 把鱼呢 总算是拉上 拉上来了 还不错 船没有沉下去 彼得一看 真是奇妙 沙皇的时间 服役的时间不对 本来是晚上的 现在变成白天 以前若是有一条鱼 一条船 都装满的话 还天洗地 洗满立足了 现在不仅是 一条船 而是两条船的鱼 不仅是两条船的鱼 船都是险些了 要沉下去了 他知道 今天这些鱼 叫他看见的 不是他喜满立足 也不是还天洗地 而是看见 耶稣曾经呼召他 他也说 我要来跟随你 但是 他就把这事情就忘了 今天耶稣再一次 来到他的船上 让他看见说 这位 不是只有一个夫子 不是只是一位老师 他是跟老师跟夫子 都不一样的 所以他说 我是个罪人 离开我了 什么意思呢 你像是神一样 你像是神 耶稣这时候 没有离开彼得 他知道彼得的内心是什么 为了生活 每天在打鱼 大浪 逃逃 也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 因为不能不出去 空手回来 也不能够回心 因为明天还要吃饭 他没有安息 打鱼 有鱼 很好 卖鱼的时候 要缴税 缴税 也不是说 我就在 就在市场上面 人家来买鱼而已 我要缴税 缴税给谁呢 缴税给罗马政府 他心里不甘愿 我是犹太人 大卫的子孙 要卖鱼 亚伯拉的子孙 竟然要缴税 而且缴税给那个外邦人 这外邦人还用 犹太人做税利 来向我要钱 我要看他的嘴脸 彼得心里怎么想 我是等候弥赛亚快乐 我等候那位基督 来到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重新得自由 他今天知道的是 我遇到了这么一个 很奇妙的拉比 我知道我的罪 我知道这位拉比 他能够行大能 有奇妙的能力 能够行神迹 他甚至前一些日子 前些时候啊 还医治了他自己的悦魔 他在想 这位拉比是谁啊 是不是以利亚 这位拉比 是不是基督 是不是弥赛亚呢 他想到 这些事情的时候 耶稣对他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你不用怕 你是个罪人 你要得人 你要得人 得人什么意思呢 你要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得人 如得语 你得人 而且要像你得语 那样子的欢乐 得的那么多 意思就是说 彼得以后 你不用再 环绕说 今天打多少语 你要环绕的是 你要今天 得到多少人 你要努力去得人 得人是什么意思呢 把人 活生生的抓到了 把人 活生生的抓到 好像把雨 活生生的抓到 往里面起来 鱼户 他是要捕鱼 要卖鱼 要养家 那把人活生生的抓过来 做什么意思呢 彼得不明白 彼得一辈子 就是打于 他没有去把人 抓过来 现在 耶稣跟他说 你要去得人 要把人 活生生的抓到了 什么意思 耶稣跟他说 来跟从我 那我就跟从你吧 彼得就跟从了 耶稣 跟着耶稣做什么 他走遍加利利 这些地方 我们所读的 那么多的地方 走遍了 他看着耶稣做什么 一变赶鬼 一变赶鬼 名声就传遍了整个 迦南地了 彼得心里在想 这就是得人吗 你叫我 就来跟从你 看到你 一变赶鬼 这就是得人吗 得人是什么意思呢 得到人家称赞吗 彼得回家去了 怎么办 就翻开 经文会篇吧 看看打于是什么意思 看看说 得人是什么意思 结果他找到的是 打于 是什么意思 与父是什么意思 他找到 第一个经文 是在 耶利米书 十六章十六节 我们看一下 这个经文 耶利米书 十六章十六节 耶和华说 我要招许多打鱼的 把以色列人打上来 打鱼的 把鱼打上来 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 从各山上 各钢上 在各石穴中 列举他们 那我们先要看 就是前面那一段 彼得说 那是我的 我要去打鱼 把以色列人打上来 但是这个经文 耶和华所说的 在耶利米书 这个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是谁呢 巴比伦人 是巴比伦的人 不是我彼得 在耶利米书 在耶利米书所说的 是讲到 巴比伦人 是打鱼的 那鱼是谁呢 鱼是 犹太人 什么意思呢 他讲到 巴比伦是打鱼的 以色列是鱼 以色列要被抓到 巴比伦去 要受审判 要任能摆布 是这个样子吗 那我再找找看 耶利米 一个地方 不太可靠 我再找另外一个地方 他就找到阿摩斯书 四章第二节 主耶和华指着 自己的圣洁启示说 日子快到 人必用钩子 将你们钩去 用鱼钩 将你们 圣 鱼圣的钩去 只是讲到 要将北国 以色列 北国的妇女 要钩去 也是讲到 鱼钩啊 北国的妇女 要被钩到 外邦去 要受审判 任能摆布 彼得说 看了 他真的吓了一跳 不止一处 两次 都是这么讲 鱼夫得人 是要审判的 但是 彼得想 他所看到的 耶稣所做的是什么 是依人救人 不是审判人 所以 他想到耶稣 当他第一次 回到 拿撒勒会堂 讲道的时候 耶稣用的经文是什么 耶稣讲的经文是什么 是写在 路加福音 第四章 十八节 十九节 主的灵 在我身上 这是救援里面的话 因为他用 高我 叫我传福音 给贫穷的人 猜浅 我报告 被褥的德释放 虾影的德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德自由 报告好消息 报告福音 不是在审判 耶稣开始 出来 传道的时候 是讲 凡福音 所以 他想 这就是德人吗 可能是吧 那再看看 别的地方吧 他想到 耶稣 跟尼格蒂姆 所说的话 写在 约翰福音 第三章十七节 因为神 猜他的儿子 降世 不是要定 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 世人因他得救 耶稣来 是叫世人得救 而不是 不是要审判而已 所以 所以 他就开始想了 耶稣的意思 得人 是不是说 要得人的时候 要先爱人 要去帮助人 要去救人 然后才能够审判人 先 爱人 帮助人 将来 我们才能够去审判人 对不对呢 后来 他听到耶稣 跟他说这句话 当他认耶稣 是基督的时候 基督说 你是 彼得 然后又跟他说了 马太文 第十六章十九节 这句话 大家很熟悉的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不是阴间的钥匙 不是阴间的 只有天国的钥匙 阴间的钥匙 是在耶稣的手中 天国的钥匙 是给彼得的 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还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还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原来 教会的工作是什么 弟兄姐妹的工作是什么 要捆绑要释放 要捆绑要释放 与父的工作呢 也是要捆绑要释放 但是 首先 我们要去传福音 就是教人 听到释放 然后 如果是不愿意接受 这福音的 就必被捆绑 先释放 然后再捆绑 愿意接受的 就得释放 不愿意的 就被捆绑 所以彼得 就跟随了耶稣 靠着耶稣 他知道 他知道 以后 我不再下往 福音了 我不必再 带此释放 带此释放 好不好呢 很好 在世上 有很好的收入 在教会 也有很好的收入 但是 试试看 你就像一根蜡烛 两头烧着 很累 两头都会觉得说 做得不好 不满意 所以 我们就看到 彼得怎么做 好吧 我就跟随你吧 那就是 他想到 圣经所说的 现在就是 约纳的时刻 现在 今天 就是拯救的日子 我就要来跟随你了 彼得就好 我来跟随你吧 我今天就来跟随你 但是 怎么跟随呢 耶稣说 你来跟随我吧 那怎么跟随 跟随有两种方式 当 摩西带着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时候 有两种 不同的跟随方式 有的人是 紧紧的跟随他 有的人是 远远的跟随他 谁是紧紧的跟随呢 一个人 约书亚 甚至当 摩西进入会幕 跟神 见面的时候 就是摩西 就是耶稣 在这个会幕外面 看守 以外的人 都是远远的站着 我们今天 要跟随耶稣 我们今天要跟随主 怎么跟随呢 是紧紧的跟随 或者是远远的跟随 紧紧跟随的 就像耶稣一样 被神所呼召 进入江南地 成为最门户的一群 那这样的一个人 他得到什么 他所得到的 就是像路加 福音十二章十五节 所告诉我们的 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 人的生命 我们的一生 究竟忙着是什么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一生 知道的 要财富多 要钱多 民生好 每人都知道 那民生怎么好呢 也许我们的工作 做得很好啊 我们的官略 我们的职位 做得很高啊 也许我们的孩子 教得很好啊 人家身上 为这家人的孩子 很好嘛 我们自己出不了头 我们就叫 我们的孩子出头吧 有各种方式 可以把我们的民生 做得很好 但是这些 其实都是很快的过去了 当我们要想到的是 我们在天上 要建筑的时候 当耶稣告诉彼得说 你们在地上捆绑 在天上也要捆绑 你们在地上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们是愿意 成为释放 还是捆绑呢 我们就想到 耶稣在当日 怎么告诉那些 在登山宝序里面 告诉门徒的 我们要先求 神的果 神的义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他都知道 都已经赏识给我们 所以就回到 圣诞节的问题 圣诞节究竟做什么 我们买礼物 要送给谁呢 送给我们最爱的人 我们最爱的人 最好的礼物是什么 是福音 最好的礼物 其实是福音 跟着他走 一辈子跟着他走 再好的礼物 就是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 有一天用完了 要吃的吃完了 要穿的也穿破了 甚至穿的不合适了 就没有了 但是福音 一辈子跟随 跟随着我们 所亲爱的人 若是我们 有亲人 还没信住 就像我们一样的 那我们赶快 把福音告诉他们 最好的礼物 圣诞节 最好的礼物 真的是 圣诞快乐 为什么圣诞快乐 因为耶稣降临 在我们的心里面 那我们传福音 就是见证 我们是世上的光 这世上的光 不是一点点的 蜡烛光而已 而是一只 熊熊的火把 就像这些渔夫 他们在晚上 在加利利湖里面 打鱼的时候 那跟火把一样 要照得很亮 才能够照亮 我们自己的道路 那这就是圣灵的能力 神要给我们的 圣灵真的照亮 我们的道路 我们可以依靠他 我们跟随耶稣 现在就要跟随 我们得到的丰盛生命 也是今天就可以得到 我们想想看 我们自己 今年过去了 再过两个礼拜 年终呢 我们能不能回想 我今年得到什么 我今年 比去年经文 背了一句两句吗 多背一句两句吗 你能不能说出来 我今年多背了哪一句 或者说 我今年多赚了几块钱 看看你的存款簿吧 我们就想到 在世上 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叛乱 我们都在努力 海绵卫 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大家都知道的人物 海绵卫 他的一生呢 是充满了浪漫 所以他说 他的一生就是三个W 一个W就是酒 一个W就是女人 另外一个W呢 赞成 他就三个W 但是他一辈子 这样追求的时候 他真的是 很有才干 他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就是最后 写了一本书 老人鱼汉 短短的 不是很厚的 不是五百页的书 薄薄的一本 老人鱼汉 故事很简单 一个老人 下海去捕鱼了 捕到一条大鱼 一个人呢 在海中 一条船 把这条鱼 拉回来 一个人 一个人 不是像加利利的 这些 彼得的这些 鱼船 他团队合作 他一个人坐 把这条鱼 拉回来 拉到岸上来了 拉到港口里面来了 剩下什么呢 看到没有 我们有没有这条鱼 看看一下 上面那个 这老鱼户啊 你看到 这条鱼是 剩下什么东西呢 就是骨头 只有骨头 鱼肉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被吃掉了 一个老人 医生最大的 西班牙就 钓到一条大鱼 结果他钓到 剩下的是什么 就是一条骨头 所以有人说 老人一海的故事 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三个英文字 Victory In Defeat 在失败中得胜 好像是失败了 但是呢 还是 终究还有一点得胜 还是有一点骨头吧 说起来 想起来 若是一个人 到最后的时候 生命的最后 有这种感觉 实在是 不晓得 要是很悲伤吗 很快乐吗 都有 我想 在失败中得胜 但是 他有一个好处 告诉我们 不放弃 打鱼 不要放弃 不管是什么 我们总是要 有点收获 所以我们就想到 另外一个人 就是 乔治穆勒 乔治穆勒 是 十九世纪 一个 很伟大的 步道家 步道家 也是一个 很伟大的 很特别的 慈善家 他生在德国 他的父亲呢 是一个 税务局的人 所以他很有钱 他给儿女 很多的钱 结果 他兄弟两个人 都完全学坏了 在十岁以前 他常常去偷 他爸爸 收来的那些 税的钱 有一次甚至把钱 藏在鞋底面 被发现了 被划了 但是他不敢 他认为罪 不是在偷 失败在哪里呢 失败在被发现 所以他就 求更聪明 不要被抓住 十一岁的时候 十一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 希望他去 路德会 当牧师 就送他到 教会学校里面去 预备进大学 将来做牧师 为什么呢 因为牧师啊 是国家给薪水的 非常好 很稳当的事业 可是他的父亲 不晓得什么叫做姓 只希望说 儿子有一份工作 能够舒适地 效仰他 奉养他 十四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去世 运动的时候 他还跟他的朋友们呢 这个乔治 他还跟他的朋友 在打牌 等到妈妈去世了 第二天 礼拜天 他又到酒店里面 跟他的朋友喝酒 后来十五岁的时候 他参加了教会的监信 就是受洗啊 之后的一个监信 但是他没有认罪 他不知道说 神的救恩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他二十岁的时候 二十岁的十一月的时候 他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家庭聚会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在这家庭聚会里面 他不是听到很多道 他是看到了很多基督徒 是怎么样过日子 他才知道说 这就是相信 跟他所听到的完全相同 这些基督徒 所过的日子 跟圣经所讲的一样 不是说我是基督徒 我信耶稣 不是 他看 他听 这些人 就是一个基督徒 他才知道说 这就是安息平安 这些人有安息有平安 就是说 我的生活 跟圣经所讲 完全一样 所以 他就信主了 他说 这就是我要的 他悔改 圣经成为 他的喜爱 也成为他的喜乐 我们若是读经 没有得到说 我很快乐 那读经变得很痛苦了 领袖变成说 我必定要做一个责任 不是 灵修是我们的喜乐 因为在灵修里面 我们每天得到神的话 成为我们最喜爱的东西 他把那些以前的老朋友就放弃了 你们来就来吧 不来就算了吧 他到这些孩子们当中做见证 有人就讥笑他 就像他过去一样的 讥笑这些做见证的人 但是他说 我不怕 他一生 传福音 建立孤儿院 他的孤儿院 建立了五间孤儿院 都在英国的 Bristol那个地方 在这个孤儿院里面 他是已经收养了 一万个孩子 他因为设立孤儿院 要给这些孤儿一样的孩子 读书 他又设立学校 他设立的学校 是一百一十七间的学校 学生有十二万人 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书 不仅是孤儿院的学生 外面的学生也来了 你若是读到穆勒的故事 读到穆勒的书 他最叫人没有办法相信的是 他五间孤儿院 他的这个基金会到现在 不登广告 不叫人认捐的 都没有 都没有这些 他就是靠着祷告 他不断地祷告 人就不断地把钱送进来 现在没有人敢这样做 不登广告 怎么有钱进来呢 但是目的就这么做 我不登广告 我不做什么 我也不像人家说 我这个国人也需要钱 但是钱就继续进来 当他去世的时候 他的遗产 一百六十块钱 一百六十块银帕 他参与建立了一个 普利芒斯的弟兄会 那这个弟兄现在还在 弟兄会 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做什么 他建立 孤儿院 他去传福音 他为五个朋友祷告 他的朋友五个祷告 不断地祷告 祷告之后 几个月 有一个朋友信主了 过了两年 有一个朋友 有两个朋友信主了 不错 过两年呢 继续过断地祷告 两年信主了 两个 以后呢 没有了 过了二十五年 又有一个信主了 还不错 四个了 还有一个还没信主 什么时候信主呢 等到他 五十二年之后 在他的安息礼拜之后 那又才信主 就是我们 如果是传福音 要坚持到底 不要说 一年两年 十年二十年 我想到 孤儿院 为他的朋友 祷告了五十二年 死的时候 都还没看到 但是他看到了 他在天上看到了 他在天上看到了 这个朋友 最后的朋友 信主了 我不知道 这个朋友 是怎么信主的 也许 他是在 临终的时候 信主 也许是 也许是 他就像 孟儿一样 九十几岁了 好像 这老朋友 都 不但为我祷告 那我应该信了吧 也许 他真的是 将要死的时候 才信主 没关系 即使这样的朋友 他也是 得救了 只是 仅仅得救 我们盼望的是 不但是我们传福音 不是只有叫人 仅仅得救 我们自己 一辈子 也不要说 我是仅仅得救 非常可惜的 不是很可怜 很可惜 我们往会了 神的恩典 所以 往会神的恩典 是很 想起来是 很可叹喜的事情 我就想到 今年 我们家 雪晴弟兄和刚才姐妹 他们送给我们 那个叫做 砍瓜 是不是 砍瓜 砍瓜很长 弯弯的瓜子很长 差不多两尺半长 砍了以后 还会继续 长出来 那在这砍瓜的旁边 有一种瓜 我不晓得叫什么瓜 它就自己从土里面 长出来的 我们收了两条 差不多这么大 直径 差不多这么大 很不错 好吃 跟砍瓜的味道很类似 我们吃两条瓜 而且不错 是上帝种的 我们都没有种 但是这样跑出来 我心里很满足 也没有 就是浇点水而已 等到11月 我开始把这一瓜 都收拾了 因为这个瓜 我没有这个棚子 所以所有的 所以所有的瓜层呢 就跑到我的篱笆上面的 那个葱树里面去了 我就把这些瓜层就收拾了 才发现 有一条瓜 这么长 这么大 在瓜层 在这个葱树上面 很大 现在还在那边 我放在地上 能不能吃呢 你要不要吃 我不能吃了 我相信不能吃了 我觉得很可惜 上帝给我的 我都不晓得 好像上帝给我这么大的恩典 但是我只看到这么大的 两条瓜小瓜而已 不晓得说 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瓜 就在我的后院里 往会了 一辈子啊 尤其有一天 我们将要见主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说 我们往会了神 多少的恩典 所以 今天我们怎么做 神召我们 每一个到主面前来的 都是神召来的 教会就是神召出来的 神召我们要得人 好像渔夫要满载而归 不是一条船 两条船 为什么要两条船呢 需要教会一起来坐 不是一个人单独去坐 乔治木勒 他一个人传福音吗 不是 戈培里是一个人在传福音 他的妻子不跟他走的 但是乔治木勒 是夫妻两个人一起走的 很特别 当然 戈培里他有部导团 但是乔治木勒 是夫妻两个一起走 全世界都走 一起走 如果是夫妻两个人 神叫我们夫妻走 我们就夫妻走 去打 去叫我们满载而归 不是我一个人 在拉着船 拉着雨回来 是弟兄弟一起来拉 叫主的心欢乐 耶稣在圣经里面 只有一个地方 讲到基督 耶稣欢乐 什么时候呢 当他看到他的门徒 回来告诉他 西斯科门徒 回来告诉他说 我们 去 出去 靠着你的权柄 去团 把鬼呢 都降服了 耶稣就欢乐 我们要叫神的心欢乐 他已经给我们权柄 我们一定可以胜过仇敌 我们人少吗 想想看 耶稣只有十二个门徒 比较至西教委 有多少弟兄姐妹 可以做 我们可以做 我们一起来祷告 因为上帝 我们要感谢你的恩绝 让我们看到的 不是 一个失败 而是一个成功 就是 我们蒙召 就是神给我们恩典 我们要去得到 要去得到人 更多的人 来到北哲西教会里面 要叫更多的人 看见这是神的殿 也许我们就 这教堂不够大 没有关系 但我们把这教堂填满了 神就必然把 更大的殿堂赏赐给我们 神要施恩在这里 加上这个地方 这么多的 不仅是华人 各式各样的人 都有 神叫我们去 得到他们 求主你神 叫我们去 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走 我们再祈求感谢 奉主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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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